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佐佐慕希 之前她老公爆出来已经出轨好几位女性了 这个今天又看到她准备在年底离婚 来看一下她的感情运吧 她是88年2月8号水瓶座 从长相来看确实很好看 有的人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她长这么好看,她老公还要出轨呢 这个和长得好不好看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为家庭啊,你看再好看的女生看久了也感觉一般 再难看的看久了也感觉也还行 这就是一种习惯性吧 所以啊,这个长相婚姻当中的不是特别重要 她老公呢是72年9月23号 是天秤座吧 来看一下命格 这组合来看 一看就知道 女生生命格婚姻上肯定是不好的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伤观见观了嘛 而且是 这叫真神透出啊,这种客是最厉害的 由此可见嘛,她的这种感情道路并不顺利 她已经准备离婚了嘛,那么离婚之后还会不会复婚呢 我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这种个性的话就不太容易再复婚 再加上本身也不合适 我之前测过呃,宋慧桥和这个宋忠基吧 我还说他们是虽然离了,复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一位他们也有小孩了 也还有小孩,那个宋慧桥还没有生嘛 但是这个虽然真的小孩了,我认为也不能喝 因为本身也不适合,鬼四日嘛,为长流水 这个沙中土,土壳水啊 这个纳婴的相克,夫妻公不合 就是这种不合体现在哪里呢 不一定是吵架,就是那种对彼此的不满 当然他不满,女方不满 这个很简单,就是他出轨了嘛 对家庭的不忠,这个不道德了 那么男的对女方呢,肯定也是有这个怨言的 这个体现在哪里呢 因为他鬼水生在初春世界,伤观太重了 日干太弱,日干太弱 一的人说生弱是不是身体差,不是 就是以女性的角度来讲 就家庭事物啊,不擅长 在别人的或一般人的角度当中说 好像认为日本的女性都是贤妻啊 都是很会做家务的 但是这个肯定就不适合做 不是说不适合,就不会做 做的也不好 有的人天生做饭就是难吃的 就怎么做也做不好 他这个也是很明显就能体现出来了 叠个被子估计都叠不好 因为这个隐私相川,伤观浅观 他体现在这里,日干撇落 当然了,谁叫你娶她的 你在娶她之前就不了解一下吗? 把这个当做理由说是,他不干家务活比较难 这个,这个,这难的也不怎么样 他看了,丁氏嘛 本身难的呢,呃,是丁火和楞水一合 这叫做丁认为盈利之合 这种合呢,盈利嘛,也叫,盈利就是因时暧昧 不清不楚的,所以他出轨不是肯定不是一个人 多名女性,为什么?他只是好,一种玩乐的心态 有的人可能是家外有家,长期包养怎么样 但这个呢,你说他老公保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呃,指的是真单纯是一种玩乐的心态 从A换到B,再换到C,类似于这种 完全就是玩嘛 嗯,没办法啊,这个,那你说合不合呢?肯定就不合了嘛 那,和他离婚 假如离婚之后,还会不会有好的婚姻 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个很乖的,往往在感情运上比较差的就遇不到特别好的 呃,这是日本命理师吧,排的吧 这个来看,哎呀,沐浴之地,沐浴为败地而一样 伤官太重,接下去的,现在还是这个根绪运嘛 称虚相冲,哎,这土官杀太重了 这个感情必然是多断的 结了婚了,离婚也是必然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有点马合炮了,但是那我来看的话 这个我也会说,肯定就不好的 这个很明显嘛 只是说这个能否顺利有离婚 今年新丑年,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 还会有其他的难得出现的,但是这个 不离两三次都不行啊 这个也确实有的时候要改善一下啊 怎么讲呢 没办法的 有的人就天生擅长不擅长嘛 就有的人就喜欢做一些这个 在家里打扫卫生啊,很喜欢 有的人他就喜欢反,就反感这些 他这个就很反感是什么,很明显能体现出来的 啊,鬼水嘛,鬼水是什么水呢 是池塘之水,也代表是阴水 再加上是深落的 更加体现,鬼是一次常流水 啊,做 喜欢的事情没问题 但是也带让他做一些 他讨厌的 很有怨言的 这个也都是会原谅老公 但是他的个性当中也不会轻易的 说这个 好好过吧啊 这个过去的就好了 你改了就好了 这种可能性 估计这种性格也不会有 自然而然 就没有那种隆错率嘛 隆错率指的就是 说犯错了 好好再继续过 这个不会将就 那里面是个必然的了 之后的大运走向来看也是不会好 那你说事业怎么样呢 事业角度来说 他之前是模特出身 然后拍了很多戏 我估计还会付出拍戏吧 拍各种剧吧 这个问题不大 已经生了小孩了 在17年结的婚 17年是丁佑年结婚 20年庚子 今年新丑年 哎呦没过几年就离了 一定可惜啊 老公呢倒是也不缺异性 一直都会有 好吧 这简单的分析一下 他的这个 一看就知道总结下就是 不能稳定的 和这个离了 和现任这位离了 遇到能还能预见 比如2022年任一年嘛 他就容易出现了嘛 但是 这个不管怎么看都 不能够 长久 至少在45岁之前 这些都是这样 好就讲到这里吧 蛮有意思的 看起来 就算不止了 稳定的